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忆是在大脑里面思考出来的 然而 愈来愈多的科学证据显示 大脑外面的世界才是解锁我们大脑潜力的关键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会帮你打破大脑的限 透过大脑外的思考 让自己学得更有效率 更有创意 更轻松有趣 在大脑外思考的作者 是备受赞誉的科普作家 安妮、麦菲、保罗 他擅长结合故事 按例和科学研究 用浅显二懂的罪是 大读者认识科学背后的乐趣 他写的这本书 是我最近狠感兴趣的一个主题 如何在大脑外面思考 更精进一点月 如何借助大脑意外的东西来思考 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 我们的大脑早已跟不上资讯大量流入的速度 我自己特别有感 时常有读者问我 你读过这摩多书 都记在脑袋里吗 说实话 如果硬要我直接回想 我有很多资讯是已经忘掉的 可是 这些记忆跟想法 并不是直接处存在我的脑袋 而是存在我的部落格 我的数为不忌 我的手卦心志图 存在我大脑之外的世界里 当我需要调用的时候 这些退守可得的资讯 会快速串起一张复杂的资讯网 重新换起了那些深藏的记忆 在这本书中 作者认为 我们不该把思考限在大脑内 而是要善用与外界的互动 全书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是 以我们的身体思考 讲的是用动作 手势等肢体动作 来激化我们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第二部是 以我们的环境思考 讲的是环境对我们思考的影响 患有如何借助环境来提升思考能力 第三部是 以我们的关系思考 讲的是我们可以向同侪 前辈 社群等不同的人 建立教学商场的关系 透过人际互动来加深学习成效 作者说 我们要突破自己的限 方法并不是把大脑 当成机器一样加速 也不是将大脑当成肌肉一样断 而是将丰富的材料摊开在我们的世界 再编辑成我们的思想 这本书让我完整了解了许多所谓 记忆力秘缺或学习力缺竅背后的科学根据 也让我更知道要如何折计 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 来充分发挥大脑内外的所有潜力 以下分享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研究 根据科学研究指出 高所得的父母做出的手势 比低所得的父母来得多 而且差距不止是数量 还有品质 较为富裕的父母 他们做出来的手势类型更多 代表的意义类型也更多 例如实际物体 抽象概念 以及社交信号 比较贫穷的父母与子女 比使互动时使用的手势种类较少 高所得家庭的子女会仿父母的手势 他们比低所得家庭的子女 做出更多的手势 一项来自自加哥大学的研究发现 来自富裕家庭的14个月大的幼儿 在90分钟的观察时间之内 平均使用手势表达了24种意义 相较之下 贫穷的家庭的幼儿 只表达了13种意义 4年之后 富裕家庭孩子的自会理解测验平均分数是117分 贫穷家庭的儿童则是93分 手势的使用 竟然影响了这些孩子后续的学习表现 一、另一项研究则证实 呈现手势动作的教学影片 能大幅提升学习效果 因为观看者的事会更有效率 更关重要资讯 也更容易将所学形容于新的情景 我从这些研究里得到的启示是 之后 我在陆制线上课程影片的时候 也必须把手势的表达给考虑进去 工作环境会影响工作效率 我们人类所身处的环境 对于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甚 将是我们生活周遭的建筑 就会影响我们的思考 如果建筑设计得当 能增强人们的专利 维持积极性 提升创造力 丰富日常生活 作者引用建筑师Christopher Alexander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有些人有种自以为是的想法 觉得一个人什么都能靠自己 完全不需要环境提供重要养份 他继续说到 一个人可以说是由他的环境塑造出来的 能否达到和谐的状态 完全取决于自身与环境之间是否和谐 某些类型的实体与社会环境能赋予一个人活力 其他类型就让人死气沉沉 而我们身处的工作环境 也是影响思考的一大主因 两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实验 让研究对象在四种工作环境中的一种 完成一系列的工作 这些环境分别是 毫无布置的办公室 有简单盆栽布置的办公室 有权自主布置的办公室 自己布置完之后 研究人员在他们面前重新布置的办公室 实验结果显示 在任何有布置的办公室中 研究对象更努力工作 生产力也比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有权自主布置的办公室工作的人 表现则是四组当中最好的 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拥有一个空间时 就能控制这个空间的外观与功能 更能拿出更具生产力的表现 如果你是老板或主管 千万不要剥夺了员工布置办公为自的自主权 给予他们多一点的自主权 反而会提高创意和生产力 荧幕大小和记忆力的关系 如果你时常会用电脑荧幕办公 你觉得用大荧幕比较好 还是小荧幕比较好 卡内基美龙大学和维根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 当研究对象同时使用三台环绕式的萤幕 比起只看见一台萤幕 记得的资讯多出56% 研究对象在记忆资讯的时候 会旋转驱缸或转头 大脑会自自动标记资讯在空间中的为止 研究团队表示 这些记忆的线索不需要主动努力就能产生 人类本来就会自动以为自知信 但是当萤幕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心中的概念图只能保存在脑袋里 而无法在萤幕上完整展开 因此 我们必须挪出一部分的影子能力来维持大脑里的概念图 使用小萤幕时必须以虚拟的方式 在资讯当中捐动 熟放 点阅 而不是像使用身体那样 能轻松凭直直觉在实体空间找到方向 相反的 萤幕比较大的时候 虚拟导航活动就会越少 对于大脑的认知能力的损耗也就越少 这个研究结果 很符合我之前认知空间可用于引导提示 帮助回想的观点 人类的头脑内建了空间记忆的能力 只要花费很少的力气 就能够记住东西在哪里 空间记忆 是最轻而易举的记忆 所以 与其购买速度超快的电脑处理器 还不如把钱花在一台大型显示器 或买个几台显示器排成一列 让大脑发挥他原本就擅长的事情 教导别人会提高智商 作者在书中提到许多学徒制 社会互动 团体思考的好处 许多科学证据都显示了跟别人互动 可以提升我们大脑的各种认知表现 例如 你说他听过教别人 可以让自己学得更好 这种说法 我在书里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数据 可以从另一个设入点来检视这个说法 在挪威又一项针对24,000名 18到19岁男性的研究指出 长指的智商分数 平均比弟弟高出2.3分 排名第二的弟弟 又比排名第三的弟弟高出1.1分 研究人员排除了几种可能的原因 例如 营养比较好和父母给予的关照程度不同 最后发现 排名与年长的孩子智商分数比较高 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 哥哥会教到弟弟 4 作者进一步说明 教学者为了解说内容 必须把自己不清楚的细节向对方说明白 同时也会看见自己在知识和理解上的冲突 在解说关键的细节时 自己会动用更深层的心智工具 研究人员还发现 大部分学生都具备理解困难内容所必备的心智工具 可是当他们在自己读字念书的时候 反而不常拿出来用 一旦学生必须扮演老师的角色 就非得动用这些资源不可 因此 如果我们要教导别人 自己必须先研读详细资讯 大脑也会更彻底整理资讯 在教学的过程中 教学者会学到更多 后继 先用大脑外的资源 在阅读 在大脑外思考的过程中 我持续关那些 可以提升学习成效 加深记忆力 强化筆记效用的科学证据 这也让我更加相信 将大脑外步化 把脑中之信 写在到实体世界当中的重要 大脑之所以厉害 并不是因为它可以独立运作 而是它可以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当中 运作得更好 这就是这本书要传达 给我们最重要的观念 这本书提供了多元的工具 我们可以让思想 在身体各处流通 用动作表达思想 留意在剧烈运动过程中 以及运动过后涌现的灵感 我们可以在空间中摊开思考 将大脑装住的内容 当成一个有代标是 导航 量测与探索的灵魂 我们可以将想法交由别人的大脑去思考 从他们身上得到单凭一己之力 无法得到的灵魂 最后我非常推荐这本 读起来流畅有趣的科普作品 学会大脑正确的运作方式 带来的效用 绝对是终身受益的 每个人都有能力 在大脑之外思考 而我们最不该做的 就是把思想 一直放在脑袋里面 而不去跟外界的世界互动 跳出抗架 跳出大脑 Zither Harp